大家好我是阿力 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楼市受这个土地市场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 这个全国就好像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土地整治的行动 先是深圳对于这个以批未见的土地进行了这个专项整治 再就是这个济南摸底查清了全市范围的这个烂尾楼 而且呢还要形成这个专项的处理办法来进行处理 那为什么这段时间这些城市要极重的进行这个土地整治呢 那对于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买房子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啊 那首先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土地的整治 它主要有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这些城市本身啊 就有大片的土地需要清理和整备 对于城市土地的备案统计和对于这个烂尾楼的摸底的清查呢 其实都是为了提升这个城市的土地利用率 进一步的规范这个土地的使用 毕竟有的城市本身确实存在这个土地使用不规范 或者是有大片的土地急需清理的现象 第二个原因啊 就是这个土地整治对于城市的未来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集中的清理土地和烂尾楼的整治 是在响应国家的这个旧改的政策 而且成百上千的老旧社区被集中改造之后 很多楼市的存量也就会被释放出来 未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会是一个比较崭新的一个城市的面貌 所以不管是对于这个城市发展 还是对于大家的居住来讲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啊 那么最后呢 这种城市的土地整治 会给咱们买房带来一些什么影响呢 给大家提一些建议 那很多城市的这个烂尾楼 或者说这个老旧的楼房 不规范的用地 很多啊都存在于这个城市的老城区 那在这个土地整治之后啊 这个老城区的房子就会实现这个价值的一个复苏 很多楼房的竞争力呢 也会跟着一起上升 所以说啊 如果要买房子的话 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这种类型的房子 而且像一些城市老城区的房子 它的存量被释放之后 去库存会相对更容易 所以价格呢也不会很高 对预算没有那么宽裕的朋友来说呢 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至于会不会影响这个房价下跌或上涨 我觉得不会有太明显的影响 不过呢 这段时间啊 除了这个土地整治之外啊 各地的这个楼市都会有一些新的动作和新的政策 那么有可能会影响到某一个城市的房价的一个浮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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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